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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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早上五點 今天齁齊差妹要來去越野 我們今天要去南澳鄉的白米林道 在太白山礦場那邊 這一次會出發啊 我不是主救是有一個車友 他問我說有沒有興趣跟他一起去 我說OK啊 你排時間我OK我們就一起去 所以呢我們就挑了一個 終於好天氣的禮拜六啊 小越野啊 那邊重點是 它有一個很漂亮的抹茶山 它就在我之前去了兩次的無老空隙隔壁 但是是不互通的 那都是水泥場礦場 打出來的路 我們就走北宜去 那我現在呢就是要去北宜跟 那個車友會合啊 那順便在北宜吃個早餐 吃完早餐之後呢 我們就一路殺到南澳鄉 然後閒聊一下 最近差妹換了拉桿 過馬桃跟端子 然後我還改了 車架強化拉桿跟避震強化拉桿 本來就要換拉桿啦 就要換這個拉桿 因為 差妹原廠拉桿啦 我一直想說到底是不是總蹦的問題 我改完AK卡之後手感超差的 結果你感覺煞車就只有0跟1而已 就很難控制 而且 手很痛 壓得很痛 然後就有朋友說 你改拉桿看看應該會有效 然後我改完拉桿之後呢 我差超多 我覺得 第一個問題是那個 差妹原廠拉桿跟我的手不太合 我手沒有那麼大 手在拉桿的距離是一個非常不好思議的角度 那不好思議的角度的話 你就沒辦法好好的控制煞車了 浪費掉很多力氣 那現在改這個可調的 然後就可以 但我有一個比較適合的手勢 然後手感差滿多的 所以改拉桿有效 當你發現你的手感極差的時候 你可以先試看看改 改裝拉桿 看會不會好一點 那不行呢 你再去改油管啊 改卡鉗也是可以的 反正拉桿便宜嘛 強化支架 改完之後我覺得 有一種換車期的感覺 因為 它等於說 把差妹原本的車架 比較軟的地方都固定住了 那整台車會變硬 那優點就是呢 像跑山啊 以前我在 差妹跑山的時候 都非常不穩定 那彎中 整台車都在扭 我在晃 問題解決了 超好跑 那是那種消胚仔啊 差妹 很適合改這個強化拉桿 那缺點就是 它一定會犧牲掉一些舒適性 就像我剛才經過那個窟窿啊 或者是一些縫隙啊 那回饋過來的力道 就會比較明確 你路感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各有優缺啦 但我覺得 至少我騎起來 車是安定的齁 那舒適度的話 有窟窿我們減速嘛 都可以解決的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 有裝那個減震拉桿 所以 其實它也可以 加減吸收 掉一些比較不舒適的震動感 現在是早上六點半喔 那我們吃完早餐 然後今天的好夥伴 是一台X妹 那現在我們要直接 往北宜前進了 大家早上的來了 一台一台 我很久沒有這個時間點來北宜了 因為我最近來北宜都是凌晨三點的事 哈哈哈哈哈哈 很久沒有天亮來北宜了 四年前剛買X妹的時候 我第一次發現 騎車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時候北宜也沒有區間測速嘛 所以只要一有休假 天氣好 我一定是早上六點準時 在北宜三角下報到 通常自己一定是會從北宜騎到頭城 然後看是要沿路繞回來 還是接北海岸 或是接北輝回來喔 自從區間測速開啟之後呢 我覺得我自己騎車的樂趣 慢慢的從單純的騎車 變得比較偏有旅行的成分 那有旅行的成分的話 我就會想要去拍一些特殊的畫面 像是拍日出啊 東岸最吃相的部分 就是他日出一定是會最先升級的 而且他比較不用考慮到山啊 還有一些雲的角度的問題喔 假如說今天天氣好就一定有日出 日出的時間根據季節 大概在五點到六點之間 通常還要再多抓一個小時以上的交通時間 跟一個小時以上的準備時間 大概兩點到三點之間就要準備從北移出發 那才會有我前面說的 最近都一直在兩三點的時候出現在北移公路上 還有喔 OK 歸歸島 我覺得雲很厚 看不到太陽 我們拍夜景都是在這個彎拍啊 只是這個彎拍夜景蠻危險的 所以我們都會帶燈愛 帶手電筒在身上 太陽在那裡 然後有點斜射光 然後雲的上面 還好吧 好 狗狗 借過 狗狗 第一條溪 他有鋪水泥路耶 看地圖應該是這一條 我看一下喔 我跳一下路線喔 等一下 我下來看一下 看哪一條比較安全 喔水很大耶 等一下就走中間啦 中間 好像中間最穩 好 我先 我先 很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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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騎 慢慢騎 慢慢騎不要停下來 換誰 換你 中間很深喔 你要有心理準備 嘿嘿嘿 不要停 不要停 千萬不要停 水啦 等一下下山買襪子 哎唷我腳沒有下去啊 哇 不愧是拉力 嘿嘿嘿 你是騎不動還是避震太硬 你會怕滑齁 初體驗 第一次難免比較緊張 我也是啊 前幾次也是覺得超可怕 現在久了就還好 他中間石頭比較大 你要小心 你要補一點油 補一點油 好狼狽喔 怎麼辦 我突然覺得有點心疼 嘿嘿嘿 下來還要一次喔 這條是你選的 不是我們抓你來的 這坑是你開的 嘿嘿嘿 你 這個你還OK嗎 這邊的路很爛喔 這條太白山礦場產業道路呢 是才你踩大白石礦的地方 產業道路連接 白米瓮與 太白山礦場地區 所以這條呢 又有一個別稱叫做 白米林道 白米林道全程呢 都是這種彎曲迂迴的土石車道 它的路寬啊 勉強可以讓一台汽車單向通行 所以開車啊 你可能會遇到匯車會比較麻煩 沿路的路況啊 都是這種凹凸不平的 碎石搶斗坡 它的坡度最高啊 可以達到30% 終點呢 是海拔950公尺的太白山礦場 所以 樹可達車型 這邊上山是有可能會燒船洞的 這幾年啊 爆紅的宜蘭景點 宜蘭抹茶山呢 這個聖母山莊步道來回 徒步需要走11公里 大概是5個小時的路程 那太白山礦場這邊的 終點前大指線上坡 也有相似的抹茶山景色 於是呢 這裡就多了一個稱號叫做 懶人版的抹茶山 人不用爬山喔 一路騎車或者是開車 上來呢 就可以直接看到跟抹茶山 非常相似的美麗風景 好啦 我們現在在太白山領道上面喔 那因為 主舊的這個S妹車友呢 第一次來 比較緊張 所以我都會稍微等他一下 不然我怕他會在這裡出事 像這邊其實我覺得他等級算很低的 就以林道來講 他網路上說會躲躲躲躲 但是我自己騎X妹那麼難騎的車 我都覺得欸還好 所以 以林道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新手不限車種 都可以來嘗試的 盡量啦 來的話還是 稍微穿個手套護膝齁 畢竟有一些人可能經驗比較不夠 那還是有可能會摔齁 還是穿個護具會比較安全一點 他的路就是這種小碎石路啊 那你說坡度很陡嘛 我們目前感覺是還好 對 這跟蓬萊林道比起來小case 你要拍照嗎 好喔 那我也要拍照 順便等他 呵呵呵 我們休息一下 進廣告 哇這也好漂亮喔 所以說啊這個避震器啊 最好真的是要買全客條的 你看 X妹可以在這邊騎得很好玩 你也不用擔心斷鎖點斷殼 你避震器調得好 它基本上可以幫你鎖掉很多很多的碎石震動啊 你看我其實速度都有在20以上 然後像X妹它有TCS嘛 所以我就可以 用比較多的心力在控制路線 油門它會幫我們去輔助斷油門 你們聽到那個噗噗噗噗噗 那就是TCS在強制斷油的聲音 比較不會發生 像這種單路上坡打滑的狀況 假如騎X妹的話就要注意了 X妹可能就會滑著滑著上去 但是那也是一個很好玩的感覺 這邊是國有林地 我覺得這一條蠻適合越野路門的 很多新手剛開始接觸這種路面會緊張 會害怕它的體力消耗會比較快 然後這邊你看很多這種地方 可以讓你停下來休息 不用說擔心你在路中間 會影響到後面要經過我的車流 它的石頭也沒有很大顆 你看像我們其實是陰天來 然後地面是微濕的狀況下 而且我X妹又是前面裝紅惡魔 那後面是貝難地天使 這種公路輪胎也可以騎得很安心啊 我剛剛前一陣子跟我朋友去 斯馬庫斯 然後我也是騎X妹去 然後我就覺得 以前第一次剛開始騎X妹去 斯馬庫斯的時候覺得好可怕 這個路怎麼那麼爛 然後那天騎X妹就 這個怎麼那麼簡單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我目前騎過我覺得最難騎的就是 蓬萊林島 蓬萊林島那個真的 有點難度啊 然後再來 蘇梅礦場好像也是有難度在的 蘇梅礦場會排在後面 其實我本來應該會先去蘇梅礦場 因為這次X妹車友 先約這一團 然後就 就來了 現在山上的溫度是17度 但是因為你騎這種路面啊 你要花比較多的力氣去平衡你的車子跟身體 所以我現在拉臉是開的 我就有點熱在流汗 滑滑滑滑滑滑滑 所以我今天天氣好的話 這邊一定超漂亮的 可惜今天是陰天 剛剛其實旁邊都很綠啊 這個畫面 非常適合拍車子 對那個真的蠻深的 第二格那個超深的 正常來講 人家影片都只有一段 我們騎三段 因為前幾天雨下比較大 這邊石頭就比較大 比較碎的 大家 好汗坡 超抖 都要一口氣上去 不然卡在半路的話就要衝來了 GOGO 實際上來看真的 滿驚人的 衝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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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車 欸 欸欸欸欸 自霸 百米零到自霸 喔超漂亮的 超 paras 超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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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超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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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ired of doing anything else than doing nothing I'm too tired to rest Too tired I'm blue Can't do nothing else than doing nothing 那邊其實我覺得下坡可能會比較危險一點 上坡的時候你可能沒什麼感覺 但是它實際上坡度其實變化蠻大的 特別是它這裡都是髮夾彎 那你在下山的時候路線啊 就是這樣能夠選大圈一點 比較不會反倒的狀況發生 看我們下山啊 都是要一直hold著煞車 你看它這個坡度變化還蠻大的 我建議煞車還是你前後都要使用 車子的平衡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偶爾稍微讓前後輪 休息一下輪流去控制 下山前輪不要帶太多 因為重心你變機現在全部都壓在前輪上面 後輪可以帶多一點 我看來車友 他剛才煞車友沸騰啊 然後前後沒煞車所以等他等了一下 這時候你有沒有在保養你的煞車友 就是很重要 他就說三點沒換了 你看現在我們讓他煞車稍微休息一下 他才會有煞車地道 主要是因為你的拉桿 你這個鬆緊度就是有問題 你的油就是有問題了 回去要換煞車友 他會越來越軟 對 那還好你有改金屬油管 不然橡皮一定會先爆 來了第三條來了 最大條的 嘿嘿嘿狗狗 狗狗我要過去了狗狗 狗狗狗 往那邊的話 他前面路口因為 是沙子啊 所以 這邊有下雨 就變爛泥巴地 終於結束了 我們的白米林道 越野大成功 然後我們等下去 吃米糕啊 我預先找了一間 看起來還不錯的小吃 長輪 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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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 他 摩診 我們要留心包館 包館 包館打開就好了 你有去過博龍咖啡館嗎? 越野極路面 你有去過博龍咖啡館嗎? 也是越野極路面 這條巷子進去上去 上面那個城堡有沒有看到? 上去也是越野極路面 這條巷子進去上去 什麼? 我喜歡 可以見到那個圈子 等一段時間 NICE! 請問你是台北騎士嗎?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